我們今天聊的是烏看戰爭已經打了進入第54天 這確實影響全球今年的能源跟糧食 乃至於通膨的壓力 另外一個更大的經濟壓力 來自於中國的封城跟斷鏈的危機 這個一方面大規模的影響台商的產業鏈 跟台商的營收 另外一方面也直接衝擊重創中國經濟 同時台灣本地今天的疫情 確診人數來到1390人 這個也可能直接影響到服務業 所以是從今年的疫情的變數 再度直接影響股會市跟經濟 沒錯 是因為目前全球最大的黑天 可能是來自於中國的疫情 尤其是上海 上海封城的話 其實到目前為止來說 18號最新增加的病例 有2.2萬的確診病例 其中2417例是他們的本土疫情 另外一個大概有1.9萬例 是所謂的無症狀的感染者 那目前今天比較特別的是 因為上海從3月28號 實施所謂分區的封控管理以來的話 今天出現了所謂三例死亡的狀況 所以很多人都很擔心說 上海的疫情好像即使這樣封控了 並沒有往下走 但是目前他們中國的官方 卻認為說要3月20號要實施所謂的清零的目標 很多人就說難道這是可以達成了一個狀況嗎 好 那事實上根據很多內部的人士就說 我們其實很多人都去做了 做的是陽性 陽性的話就沒有附件 也沒有報上去 所以險間這個疫情其實是沒有控制住 但是因為要趕快的社會面清零 為什麼叫社會面清零呢 這主要是來自於中國官方上層來的一個命令 這個命令就說 4月20號以前要實現所謂的COVID-19的病毒 不再隔離區以外的地方傳播為目標 那目前已經轉告給全上海的各地方的區委會 甚至是黨組織去宣傳 好 那為什麼這樣子呢 因為第一個 目前上海的疫情真的來到一個關鍵的時刻 而且目前市民的焦慮的情緒 還有食品的供應是非常非常巨大 所以如果繼續這樣封下去的話 可能真的會出非常大的問題 那特別是說 因為這一次的上海被封城了之後 我們給大家知道 像這個包括說像高燦明 他在這個彭博先生就寫了一篇文章啊 他就說因為這個極端清零之後呢 可能會讓全世界開始去注意到說 過去非常依賴中國的大陸的這個狀況 包括說像你看 因為這個蘋果它有非常多的工廠 包括說像廣達 和碩 甚至在昆山的這個鴻海 這一次都受到這個影響 那所以他就說 目前呢 因為它的這個極端清零 讓全世界對所謂的去集中化變得非常重要 因為他提到說 全世界70%的太陽能電池 還有大部分的這個電腦 還有一半的智慧型手機 都在中國生產 所以如果這個狀況持續發生的話 那對全世界的產業的衝擊 是相當相當之巨大 好 那為什麼我們說 其實目前中國的衝擊 還在持續進行之中 好 就算上海封城能夠解封好了 現在最新的狀況是西安也封了 然後這個目前的蘇州 對不對 目前的蘇州也可能又會封城 那甚至是 接下來很多城市可能都會這樣 所以即使你上海解封 其他城市還是這個樣子 所以這個對經濟的衝擊其實是相當相當的巨大 特別是說人家就說了 人家根據一個這個模型推估說 如果你封城是幾個禮拜之內 或許後續還有機會能夠追得回來 但是如果封城是兩個月以上的話 是沒辦法追回來的 那你根本不用講 目前的供應鏈這麼的長 那你這麼地方一下風險一下風險一下封城 很多供應鏈都會被中斷 所以今年對中國的影響真的是相當相當巨大的 另外就是說 因為這個他們4月20號要這個社會面清零 這幾天的時候 他們有公佈一批所謂的在上海 你可以這個提前復工的所謂的白名單 那這白名單裡面來說的話 包括說像一些半導體公司 甚至台灣的這個台積電 日月光 包括說像這個很多在當地的這個車子的公司 像特斯拉 通用 上汽儀器等等 都趕快要這樣子 他們要進行所謂的封閉式 閉環式的這個生產 但是人家也說這也沒用啊 因為你閉環式生產 生產你關起來沒有錯 你生產生產完之後 你總要運出去嘛 運出去你也不能運出去 外面的物流又中斷 你即使生產完的時候 東西要進來你也進不來 所以你頂多能夠生產到完畢之後 那之後怎麼辦呢 而且你這666家板運營單 就算是復工好了 它可能很多供應鏈 是中小企業 並沒有復工函的話 那它事實上也斷鏈或斷掉 因為為什麼 因為上海這個地方的汽車供應鏈 很多是來自什麼 昆山 昆山譬如說PCB被動運營 你被封啦 那很多來自蘇州 蘇州現在在封啦 所以你這到底有什麼用呢 所以整體的供應鏈 不是你上海解封之後 就可以完全解除 其實供應鏈的緊張 還是持續在進行之中 好 那這是目前中國的影響 那對台灣來講也是一樣 目前我們台灣的本土案例 每天都大概是1000多年 今天是1390例左右 那境外一路有大概90例 那目前為止來說 當然新北市 或是台北市 兩個是一個是500例 一個是270例 還是壓力非常巨大 那因為壓力非常巨大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說 其實中國的這個疫情 加上台灣本身的疫情 今天股會市就出現一個 雙方都表現不好嘛 股市就跌了105點了 那台幣也是貶值了一個狀況 那特別是說 現在學校匡列的人數是越來越多 所以目前為止來說 學校停課已經有471間左右 那特別是這幾天大家在吵了一個話題是 所謂的兒童要不要打這個疫苗 是要打BNT 還是打莫德納的這個疫苗 因為主要原因是因為雙核醫院的 有會整一個這個兩歲的這個男童 他這一次是非常罕見 就是說他的這個病情進展的速度 非常非常快 那麼非常快 那目前為止來說 已經有非常多的這個台大的小兒科病 這個重症都已經進駐了 那所以到底要打BNT 那當然因為BNT目前為止是國際上大部分都打的 那問題是我們沒有BNT我們現在是莫德納 那什麼時候要打或是怎麼打 這個當然等待指揮中心的這個公佈 另外一個就是大家比較關心的就是因為 台北市長柯文哲跟副市長 他們有接觸到一些這個感染者 所以被列為說密切這個接觸者 目前是居家隔離的狀況 所以現在是我們台北市的家 大家長跟這個二號當家的人 兩個都被居家隔離的這個狀況